书接上回 陈洛军为了及时偿还威水索钱独债 在地下全赛连战九场 最后一场甚至与AV占平 拿到奖金的陈洛军飞奔去找信一还债 信一收了陈洛军的钱后表示道 这钱算是还清了威水的债务 但是踩入自己场子 打上人的仗需要算算 陈洛军心想到 信一带了这么多人来 以自己现在的状态能敌得过他们吗 权衡利弊之后 陈洛军对信一说道 信一 钱你就收了 打上你的人 可以的话也用钱解决如何 信一则表示用钱解决不行 陈洛军心想 看来此战必无可避 只能打了 可是信一画风一转 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损账吧 时间来到两个小时前 在信一的肠子里 看着满地狼藉 信一却对兰南大笑着说 兰南 今天发财了 那个叫陈洛军的打伤我这么多人 起码得要他十万八万呢 啊 哈哈 兰南则有点不愤的表示 陈洛军一个穷鬼 哪里有钱赔你十万八万 没想到信一笑得更加开心 没钱更好了 我们在京东的压场 来来去去的都是女客 以他的样子 应该可以吸引不少鸡老哦 干个五六年 挣个十万八万都不止啊 今天真是福星相助 什么样的福星啊 那个福星暗中帮我黑了威水的钱 搞得陈洛军半大牢 强出头 这下被我抓住机会 能好好坑他一顿 我要是知道那个福星是谁 我一定重重有赏 旁边被陈洛军打倒的一个小弟 听到老大信一这么一说 以下来了精神 急急忙忙站起来跟信一邀功 信一个 实不相瞒 那个福星就是我 你 原来福星就是你这个聪明鬼啊 果真还是信一 略是小记 就将黑钱的手下揪了出来 时间回到现在 几个手下把黑钱的小弟 扔到了陈洛军面前 信一则是大方的表示 自己的公司确实有害群之忙 自己已经安排自己的手下 没人揍他们一顿 这下陈洛军该满意了吧 够真实 我服你 陈洛军竖起大拇指 肯定的对信一说道 心下也佩服信一 确实一诺千金 信一也没有过于理会 陈洛军的赞美 只是缓缓说道 他们黑微水的钱 就当你赔我搞坏厂子的装修费 念你无钱还 我再投你说一个生意 生意 陈洛军横事不结 信一不紧不慢来到陈洛军身边 在他耳边悄悄的说了一些事情 说完狡邪的问道 有没有兴趣 陈洛军简直是不敢想象 你 你让我做药 信一微微一笑 一个巴掌拍到了陈洛军的屁股上 嘿嘿 好结实啊 我确保你在我的肠子里绝对红 多些累 陈洛军害怕的说完 就要一流烟跑开 信一也不强迫 拿出一张名片 让陈洛军考虑考虑 还是得信一 不交钱 你就用别的方式还钱了 交代完事情后 信一就大笑着离开 陈洛军看着离去的信一 心里想到 这个信一确实很讲信用 他还带着这么多门上 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自己人有错 也一定不会包庇 也没想到这件事可以这么快解决 陈洛军也正要离开 突然一个人影闪到了他的面前 嗨 我们又见面了 哦 转角遇到蓝男 真如转角遇到暗样 让陈洛军的心立刻小鹿乱撞 不是因为蓝男是爵士美女 而是因为 呃 总之 陈洛军一下笑了出来回应道 嗨 刚一开口 陈洛军顿感不妙 自己的门牙被AV打掉了呀 这个样子怎么见蓝男 慌忙捂住自己的嘴 转身就跑 突然想到自己有事 我先走 下次再见 蓝男怎会让倒手的肉飞了 只见蓝男也是发足狂追陈洛军 跑得这么快 你身上有屎吗 给我站住 看着蓝男狂追不止 陈洛军大叫道 我赶着回家 下次再见了 我今天就要见见你 别追了 今天赶时间 下次再见了 就这样 陈洛军狂奔 蓝男狂追 追着陈洛军的蓝男 心里不禁想道 我是跟踪狂嘛 从全场到现在 我已经跟了你一路 你的敌戒我都打听清楚了 你是黑道 而且不是普通喽啰 而且我发现 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分离追求任何人 任何事 你是第一个 到这里 这二人爱情的种子 也就慢慢种下了 嘎嘎嘎的秋千声响 陈洛军坐在公园的秋千上 上气不接下气 不断地跑 刺痛了伤口 但是看来 形象是要比伤口重要啊 一个清脆甜蜜的声音 突然响起 你不是赶着回家吗 来这里是什么意思 陈洛军一呆 果真还是被这个小女子追到了 你 你竟然能追到我 你在城寨的路能有我说啊 你在擂台上 我就看到你的门牙崩了 一清二楚 两人就在公园的两个秋千上 开始了他们的第一次聊天 原来我打拳的时候 听到帮我打气的声音是你啊 是啊 干嘛要偷看我 没 没有 没偷看干嘛畏畏缩缩的 没 没有畏缩缩 哼 你真是胆大呀 刚来破坏地下拳赛规矩 之后得罪信息 又和AV打成平手 你现在出名了 信息 你同他很熟啊 是啊 你这么问是不是对我起了色心呢 不 不是啊 只是 只是随便问问 没有起色心你脸红什么 肯定是起色心了 讲实话啦 信息是我堂哥 两人的笑意一直从嘴角传到心里 蓝男自己也感到奇怪 由于自己小时候就住在九龙城寨 这个充满三角九溜的地方 面对恶人 坏人太多 凶巴巴要比温柔更实用 因此蓝男从来不是那种笑脸迎人的女孩子 既不妄媚 也不娇羞 更谈不上温柔 也不会装可爱 无关不算标志 可喝起来却相当好看 而陈洛军看到他的笑容不是人处无害 是甜美动人 只是这样的微笑 又一次让陈洛军看得发呆 喜欢的理由有时就是解释不了 那次爱莫 蓝男捕捉到了 他虽然没谈过什么恋爱 却也不傻 他和他的身体里的细胞 正在散发着某种信号 蓝男隐隐约约 却实实在在嗅到了 那是甜味 两人继续畅谈 陈洛军也向蓝男询问道 AV到底是个什么人 蓝男也表示说 他只知道AV憎恨黑帮 崇伤暴力 不过每次打完比赛赢的钱 AV都拿来买日本AV录像带 因此得名AV 这AV果真是怪人 还有这批号 蓝男也询问到陈洛军是得罪了什么老板 搞得走投乌落要来带城寨 不是什么老板 他的名字就叫大老板 是暴力团的龙头作馆 还以为有什么大的 还叫大老板 我们城寨有一个人 绝对厉害过他了 你是指龙卷风 那一讲你就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 龙卷风曾与大老板 有一场轰动江湖的恶斗 是吗 快来讲讲 镜头来到庙街的一间地下医院 十二少担休地询问医生吉祥的情况 医生则表示 吉祥确实伤得很重 但是没伤在药害部位 消息一段时间应该就好了 医生还说到 吉祥的双膝有两个窟窿 一看就是物体贯穿而成 十二少则在考虑 是不是由子弹造成 可医生讲到不是子弹 子弹会造成不可预估的伤害 以他来看 是类似钢珠的物体造成 钢珠 十二少开始怀疑 并朝着病床上的吉祥问道 你有没有看到他如何出手 吉祥则表示 根本没法捕捉他的动作 他的动作太快 根本还没反应就已经中招 并且吉祥还说到 自己当时与他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他好像可以隔空伤人 隔空伤人 十二少想了想对吉祥说道 伤你的人叫做王九 他的动作确实很快 并且他的手指很犀利 如果你是真的被钢珠锁上 我怀疑他是用手指的尽力 将钢珠弹射出去 吉祥也很震惊 直今这么夸张 他会弹指神功 莫不是东斜黄咬师的后人吧 十二少没有理会吉祥 只是心想 如果当时大老板没有插手 他和王九究竟录死谁手 吉祥则是狠狠地说道 这个死光头这么奴隶 有个黄咬师帮他 他真的可以无法无天了 话不能这么讲 至少他现在不敢踩入城战 不敢惹龙卷风 吉祥则表示 自己也听过龙卷风 不过都是十几年前的事 现在还这么威风吗 你出道日子没多少 当然不知道他当年有多猛 虽然我也未见真人 但听老一位讲 龙卷风和大老板曾经交过手 时间来到六十年代 在一条巷子里 站满了手持凶器的大汉 一方领头的人 双臂纹龙手持大砍刀 对着对面的人大骂 你个光头佬带队 强我两个码头 我都没跟你计较 而今又踩入这里 计较 你有什么好计较的 出来混强地般天经地义 能强到是我的本事 要怪就怪你没我屌了 纯珠 上 全部上 给我剑一个屁一个 双方人马顿时厮杀在一起 杀声震天 那一年 大老板刚刚登上暴力团龙头宝座 为彰显个人实力 四处烧杀强掠 每一战亲自带队 短短时间 就带领帮会版图和人数激素扩大 由他挑起的江湖战国时期 正式爆发 整个江湖没有一个能打的 三年之后 我就要横行香港黑道 一同江山 镜头来到一场会议上 暴力团的气焰已经惹起功愤 几个受牵连的帮会决定 放下私人恩怨 结成联盟 共同商讨讨伐大计 此时 联军召集人四海帮龙头 火爆正在慷慨激昂的发动 其余几位龙头 一起对敌大老板 火爆暴躁的表示 大老板过于激进 完全不讲江湖道义 他真当这几个帮派是废物吗 他就不信 他们几个帮派联合起来 敌不上一个光头牢 火爆越说越生气 今天我们就万中一线 打爆暴力团 挂分他的地盘 火爆还表示 他们四海帮会全部出动 专心对敌 想要其他帮派也不要退缩 只要拿下大老板 天下太平 到时候 各位大老又可以专心谋生 话未讲完 只听碰的一声 一个榴莲瞬间砸到了 火爆的脸上 蛮横的声音也随之响起 谋生 我看一个榴莲就够你谋生了 火爆依然是没了呼吸 是大老板到了这里 手提着一个带子 还不走向桌子前 真是太会了 联合这么多人要搞我 讲真的 如果可以 我真不想次次用无力解决问题 不过没办法了 好人难做 就算你想稀释宁人 但还是有好多人 不会跟你讲道理嘛 说着说着 大老板就将手中的带子解开 还表示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像在座的龙头们 这么简单的听他说 只见几个人头 像球一样滚出带子 沾现在几个老大的面前 现在剧中闹事的人 也已经被解决了 主持人谁来做好呢 众人一被吓呆 哪敢多说话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这个位子 就我来坐吧 这一次 他的势力更为巨大 香港六成帮会 都已站队暴力团 他也成为香港江湖 最有权势的大人物 人们也尊称他为 大老板 话一致辞 蓝蓝和吉祥均表示 这个光头佬 岂不是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谁还能与之抗衡啊 只不过 大老板的实力确实强大 但是太过贪心 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物 镜头又回到六十年代的 一家玉城 一个双肩纹龙的男人 正与一众门上享受水运 只见一个门上 上前说道 大哥 最近暴力团四重闹事 那个大老板放话 要一桶江湖黑道 龙城帮一向以和为贵 暴力团没有踩到这里 我们怎么能先出手啊 踏踏踏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只见一个小弟慌忙 来到这个男人旁边说道 大哥 说到风声 暴力团搞了我们几个档口 还害我们好多兄弟丧命啊 只听得耍的一声 水花四溅 以和为贵真不容易 想和弟兄们洗个澡都不得安宁 这个男人来到衣帽间 穿起夹克 并且拿起吹风机 精心的打理了自己的头发 点燃一支香烟 小声嘀咕道 欣欣 我一直听你的话讲 尽量大事话小 不过今日已经踩到我们心口上 不出去一下的话 真当我们龙城帮好欺负 这场仗没得避 兄弟们 精神一点 做事了 此时这个男人终于闲露了全貌 果真是霸气纵横 美丽丝射 这人就是龙城帮的龙头 龙卷锋 轰轰轰的引擎轰鸣声 响彻了夜空 龙卷锋驾驶这一辆敞跑车 行驶在最前面 后面跟着众多车辆 今日我亲自带队 我们集兄弟够用了 今天我就让他大老板知道 江湖并不是你一人说了算 大老板在二十年前就横行江湖 龙卷锋能否搬下这个 七眼陶铁的大恶人 暴力团 龙城帮 梁大帮会世纪对决 轰动黑白良道 流传江湖二十年 一场斗智斗勇的实施巨战 下期击撞上演